02年第九题 这个program 关于 anagram 变位字 一个英文字如果经过次序的改变之后 变成另一个字 我们叫做变位字 anagram 例如 item 和 time 两个是变位字 第二个 exam 和 time 就不是变位字 因为这里有个 a 而 time 就没有个 a 所以 anagram 是要字母相同 数字相同 但是次序不同 就是 anagram 了 这个program 分了几个阶段去做 第一阶段是初始化 我们需要两个阵列 一个frequency 1 和 2 用来 计算一下两个字字母出现的次数 第二个我们需要 叫 user 输入两个英文字 例如 item 和 time 就入到 word 1 和 word 2 里 第三个步骤 我们会查一下 字母的数目是不是相同 比如这个四个字母 四个字母 是不是相同 第四阶段 就会将 两个字转成大阶 第五 我们会将几个字分析 数下每个字母出现的次数多少 然后就 update 这个frequency 1 和frequency 2 最后我们检验两个阵列 frequency 1 和frequency 2 就决定是否一个变位字 anagram 最后就输出结果 举例子 如果我们输入两个字 word 1 和 word 2 之后 我们可以说这个是 anagram 大世界也无所谓 所以需要的变数有frequency 1和frequency 2 这两个是一个阵列 另外 word 1和 word 2 两个文字 另外有些其他的 变量 是用的 我们宣告的时候 一个 int 一个是 char frequency 1和 2 是用来数两个字 字母出现的次数 我们宣告的时候 是用了126 虽然0到64 我们不会用的 另外123 开始之后也不会用的 因为英文字母a 大家a 65 去到90 而世界是97 到122 所以这两个的范围 的元素 我们会用 但是它们以外的元素 是不会用的 第一步就是要初始化两个frequency的array 我们 就call个子程式 叫做 I9T frequency 于是 就由头到尾全部两个array 就塞掉那些0 下一个子程式 就叫做input words 纯粹叫user输入两个字 所以两个ns 一个word1 一个word2 check length check下两个字 是不是 英文字母数量是相同 如果不相同 根本就不需要再做 例如它入item和time 我们帮它数 好 就return了什么呢 就是string link of word1 是要等于string link of word2 两个string link 如果相同的话 那就true了 否则就 return了0 亦都可以这样写 如果两个string link是相同的话 就return1 否则就return0 就是false 下一个 程式 我需要把它转大阶 例如 st这个pass 是time 才算 我们逐个字母 将它转大阶 方法就是 for i 就是零i 小个string link of st 然后i++ 如果它是a到z之间的话 小阶的 将它转大阶 所以 如果sti 是大个或等于a 或 同时它是小个或等于z的话 我们将它 减小a 加大a 即是减97 加65 实际就是减32 如果它是97 是小阶 97 减32 就变成65 下个function 叫做 Calculate Frequency 我们计算的frequency 假设 Word1和Word2 是入了 WBW 这个入了BCW 肯定这两个不是anagram 那我们 就会计算的frequency 那怎么计算呢 因为b 就是98 减32 之后 就变成66 而w119 减32 变成87 所以上面 Word1 这个 1个b 2个w 所以1个b 2个w 另外 下面Word2 这个字 1b 1c 1个w 所以1b 1c 1个w 接着下一个 子程式 就叫做check matching 我们 就check两个frequency 看看是否相同 于是有个for statement for c 等于a a就是65 另外c 小个 等于z 就是90 就是c++ 如果frequency1 是不等于frequency2 的话 match等于0 那就玩完了 了 那最后 return match 给人 因为 他有东西不相同 所以match等于0 但是相反 如果两个字是相同 frequency 一样的话 这个match等于0 根本就不会做的 于是 就会照 match等于1 就return给人了 所以只要有一个frequency 是不相同的话 就match等于0 如果个个都相同的话 就match等于1 这个main program 就会是这样 那我们首先就 initialize frequency 全部set到0 另外input words 就输入两个字 word1和word2 跟着我就会check 那个length 看看两个字数 是否相同 如果match的话 我就把它转大街 word1和word2转大街 就计算frequency update 然后再check 两个frequency是否相同 最后引个结果出来 这个word2 is 如果它不match的话 就加上not字 an anagram of 第二个字